我們看到這一集 這一集加變成離子 加離子的話 那同學記得 得失離子 我們這個從元素變離子 它會得失電子 只是在原子核裡面 它非常不容易的得失 所以會帶電 都是因為電子的得失 所以就可以把得失離子把它劃掉 那到底是失去多少人 得到電子是在出電的 失去電子 丟掉電子還是在正電的 所以它從零變成正三的話 是丟掉三個電子以後 才能帶正三 這樣這一集我就可以輕鬆的分